很多罪友在玩翡翠人时的时候 总是会问是不是冰种 现代网络上很多无良商家 会把那些打灯水头很长的细糯种 都说成是冰种 而你恰恰又喜欢那种水头长的料子 但难脸会踩坑 首先我们应该要知道 什么是冰种翡翠 冰种就是自然光看起来像冰块的翡翠 才叫冰种 并不是打灯水头很长的料子 都叫冰种 为什么商家都喜欢往冰上扯 第一 种水往高了说 更容易忽悠那些小白 第二 就是因为现在的圈子里 种水划分太过复杂 好像料子不到冰都是垃圾 像行内人买料子 很少会去讨论这个种水到什么级别 假如卖料子 你说这个是糯化 我说是糯冰 这个问题我们得讨论一天 也讨论不出来啥结果 是冰也好是糯也罢 都是方便形容料子的一个肉质 那冰种翡翠多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冰种翡翠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冰种也是 大部分玩家承担不了的 更不要有飞冰不买的想法 冰种也好 玻璃种也好 对料子的品质 不会有任何影响 提高自己的认知 才是最重要的 关注我 带你实粹寻宝 我都不得了 那我再试图